中国政府发行的最新护照 内夜将台湾日月潭和清水断崖的景色纳入了 甚至在全国地图上也将南海争议海域划入版图 民进党痛批这形同侵犯台湾主权 要求总统府不能默不作声 而总统府和陆委会都发表声明呼吁 对岸政府不要片面迫害两岸的稳定现状 在护照中纳入台湾领土是魅于现实 中华民国政府绝不接手 翻开中国五月发行的新版护照 内夜腹水印花有全中国大陆各地著名景点 包括香港澳门也在内 不过仔细看第43页 竟然出现台湾日月潭的景象 引发在野党痛批侵犯我国主权 要求总统府和外交部提出抗议 不能默不作声 国民党立委林玉方则认为中国大陆护照纳入台湾是一贯的统战策略 但台湾得核战并用 面对中国有利的多交流 不利的就继续建守立场 总统府也发出新闻稿 强调两岸在宪法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的基础上 日月潭和清水断崖是中国大陆统治权所不及之处 希望对岸政府不要片面破坏两岸得来不易的稳定现状 陆委会则表示 绝不接受新版护照纳入台湾领土 已经透过管道向中国大陆反映 另外在中国护照中 中国全地图不只将台湾划入 也将南海争议海域划入版图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菲律宾和越南对此强烈不满 越南驻北京大使已经向中方抗议 菲律宾也严正表明 不会承认中国护照 记者李小柳和林台北报道